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农村羊花样 在我身旁是一片这个服装 它的颜色各种各样 我们这边也叫做这个鸡母的 还有的叫做四鸡母的 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养制方法 可是一到东京 有个朋友买的这个服装 它不知道怎样关火 导致这个服装不是赖根 就是落叶的现象 怎样还能把它养活呢 我根据个人的经验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点 温度方面 养制这个服装 你冬天的温度最低不能低于8度 你低于8度很容易多受冻害 这个夏天的温度吧 你这个波持在这个35度以上 它才能开化 才能这个开得滑去 你要是低于这个20多度放到备印坡 它都很容易开不放花来 一年四季 你必须得有一个同度的光照 特别是这个冬季 你必须得把它放到这个阳台上有光照的地方 没有光照 你这个冬季 它这个直条长的特别是细导 你明天也开不复什么现象的花来 你给服装交飞 夏天的时候 必须得每天一飞 你这个进入冬季吧 坚决控制交飞 你喷喷不是很干的情况下 你就不能关于交飞 特别是天气寒冷的时候 你这个背身温度低 你得给它交上飞 很容易受冻 你交飞的情况下 最好是将就这个清天的中午 你放到阳台上用阳光的时候 用这个室温差差不多的这个飞 来给它进行搅拌 加上你要用过于很凉的这个飞 对它的根气特别不利 这个湿肥方面 凡是开花期的话都比较稀肥 你要是用这个肥料 必须得用这个点灵甲符合肥 开花期间吧 多湿料灵甲肥 你要是这个肥料给不好 它这个花多开的也不显然 甚至导致的不开花的现象 这个土壤方面 你带着这个肥肥 必须用这个土肥性枪的图子 你要用黑斑戒的图 对它的生长特别不利 导致的脊肥造成烂灵 你养这肥肥 它这个生长肌 很容易造出这个亚蜂和红枝族的危害 你这个时候吧 可以上这个软件里 买点这个斑制这个亚蜂和红枝族的油 来进行培杀 以防它这个对花类受到影响 好了 欢迎这个肥肥肥 也好